迎應強臺馬利亞將在十號傍晚清洗臺灣 臺北市長柯文哲一早結束完 颱風工作匯報後 就馬不停蹄地前往內湖區大湖山莊 視察當地防洪整治工程 聽完簡報之後 就由水利處長陳國鎮 大湖里長洪美會陪同 視察大湖山莊街219項新設香函工程 經過測溝進水隔閘時 還不忘停下來看一看 檢查側溝內的落葉是否清掃完成 以免造成阻塞 上一次淹水 那就是溝溝的時候為什麼淹水 就從這裡塗一下那裡 那因為去年6月2號的水 主要有兩大部分 一個是米粉坑溝的水 以及那個五指三系 那這兩個部分 就靠大地處跟水利處 這兩個新的工程 那可以讓我們相對的安全很多 里長洪美會強調 去年強降雨造成大湖山莊多處淹水之後 市府公務局水利處就積極施作防汛工程 除了興建排水箱含之外 也在山谷塘設置潔流溝 以及側溝進水隔閘 另外還加設兩台抽水機 住家也自行安裝防水門 全體動起來 防患於未然 確保身家安全 開播到台北書的新聞曹德華 採訪報導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 感谢观看